紅臺灣在這次東京奧運拿下了好成績 不過在這些選手背後 有很多無名的幕後英雄 包含了教練跟運動心理諮商 式的付出 才能讓選手有最好的表現 卻有立委站出來說 希望可以幫他們爭取更多資源 東京奧運參賽選手 在比賽場上表現亮眼 凱旋歸國後獲得總統蔡英文 接見相當風光 有七位關心體育發展的立委們 站出來共同發聲 為體育爭取更多資源 其實東奧英雄的背後 有許多無名英雄默默復出 包含奧運空手道銅牌 文資雲的教練說出他的心聲 跟選手 所以防護是幾乎是空城的一個狀態 選手們不只生理上的訓練防護 心理層面的強化 也需要非常多的專業協助 現在扶上檯面 如果真的要去照顧 看起來好像都是頂尖選手 但是我們好像忽略掉 實際上從國小 就應該開始去推廣這些事情 公平的一個分配 然後照顧到基層的一個 一個運動選手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還有冷門項目 像是五人制足球的教練 透過視訊呼籲 國家投入的經費 不應該有差別對待 臺灣的體育才能更上一層樓 華視新聞 江勝宏 屈宗前 臺北報導